邓紫棋演唱会的票就这么难买吗?看来混得还是不太好呀! 真是人红是非多,最近歌手邓紫棋又摊上事儿了! 昨天中午,邓紫棋还在微博上感慨73场巡回演唱会结束的事儿,妥妥心声带人气小天后范儿,结果晚上就被人家曝光说,伦敦演唱会门票不仅免费还卖不出去。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。 身在辅国的某网友最近因为邓紫棋风波不断,就顺便关注了一下邓紫棋伦敦演唱会的相关消息,结果发现门票是0英镑。 虽然需要加税2.5英镑,但这位网友也只花了25元人民币,就观看了一场邓紫棋的演唱会。 之后又有网友爆料说,邓紫棋团队会在伦敦某华人论坛中免费送演唱会门票,而一切原因都是由于团队担心演唱会的票房不好。 所以这位网友就免费领取了两张演唱会门票。 谁知就在他领完票之后,该论坛负责人又表示说,希望该网友能帮他分发40张门票。 这是多怕没观众,而且据说邓紫棋演唱会现场观众不少,但是没有坐满。 一个大写的落寞girl。 对此不少业内人士表示,华人在国外搞演出的确是非常难的,因为人声的部署很少有本地观众买票,绝大部分观众也都是当地华人。 之前有人说,李云迪在国外的演奏会门票也十分便宜,而金星更是在节目中自爆国内歌舞团,去维也纳表演也互相送票免费请看演出。 消息曝光之后,就有媒体去问了邓紫棋的工作人员。 不过工作人员的说法就两样啦,现场观众很热烈,都是正常售票,票价为44至162英镑。 这件事情的真相暂时我们不做结论,不过话说回来,最近邓紫棋的糟心事也不止这一糟。 前一阵有网友指责他,明明在美国新泽西州牛瓦克市开演唱会,却一直在演唱会过程中高喊纽约,之前在微博宣传时也带纽约标签,因此被批攀附纽约的响亮名头抬高身价,睁眼说瞎话。 一时之间,网路上蛇战频频,甚至连凤姐都跳出来掺和了一脚。 其实小妹,AntiFanship,对于邓紫棋的印象还是挺好的,毕竟她的硬实力不弱。 而且猜想大多数人对邓紫棋可能也是像小妹,AntiFanship,这样,抱着好感的路人。 只可惜邓紫棋自从去年参加《我是歌手》爆红后是非不断,性格嚣张,恃宠生交,耍大牌,目无尊长,无故迟到等负面新闻层出不穷,还博出了一个宇宙剧《E.M》的名头,都快把小妹,AntiFanship,这样的路人粉丢光了。 更有网友整理了邓紫棋七宗罪。 罪正一,明明追TVB剧却谎称不看电视好多年。 2013年10月,有记者问邓紫棋平时会不会经常看电视,她表示只看一些口碑好的剧,而之前追看的剧集已是2009年的宫心记。 谁知消息一出街,立即被网友打脸,有网友晒出她的微博,指她于2012年疯狂追看薛宅男女和雷霆扫读,于是很多网友纷纷表示,为何邓紫棋连这样的小事情也要撒谎。 罪正二,耍大牌。 2014年11月20日,邓紫棋为香港演唱会举行的记者会上,按照惯例,一般都是文字和电子传媒分开访问,可是当天她的经理人张丹,却要求媒体国际集手法一次过作访问,令在场媒体非常反感,从而提出质疑。 谁知张丹非常生气,现场对媒体毫不客气说,如果大家是这样的话,我们可以取消访问。 在场的传媒立即回应说好,令现场尴尬不已。 罪正三,目无尊长。 据媒体报道,2013年有月谈巨费一号的珍妮,接受记者时被问道可有注意小巨费邓紫棋时,珍妮竟然发火回应道,我没听邓紫棋。 她的歌,我们曾经一起出席活动,我站在她的旁边,她却目中无人,当作没看到。 珍妮接着说,不管是什么费,我觉得就算你再有本事,但最基本的条件如家教,教养和礼貌似乎都要有,懂不懂已经不是那么重要,其他的东西也请好好地去学习。 罪正四,无故迟到。 2014年12月27日,邓紫棋出席新城斑角礼后的庆宫宴迟到,让一众媒体苦等,问她为何玩来。 她一脸茫然说,为什么我们晚了那么多呢? 还称结束后补完庄直接就赶来了,但她在微博上传于讲座的合照却自己打脸,被媒体再骂大牌到了极限。 还记得邓紫棋刚走红的时候,大家关注的是这个成长于音乐世家,五岁时便开始尝试作曲甜词,13岁完成英国皇家钢琴简定考试八级,14岁夺得歌唱比赛冠军,16岁正式出道年少成名的歌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